秦静公在去世葬在了报警风响的秦公一号大幕之后 下来他儿子继位就是秦爱公 在秦爱公之前也就是在秦静公时期 秦国为了康衡经过 秦静公曾经把自己的妹子夹给了出国党司的国君出公 这样秦出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明显 到了秦爱公11年的时候 出国那边又派了个人泡到秦国来 希望给他们胎子去个善心女娲 于是秦爱公又把自己的妹子夹过去 出国派过了求秦的人叫废无极 非无极这个人是理事长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无视之徒 啥事不要练 这个非无极专门跳啥事干 非无极以前是触过胎子肩的Loss 胎子肩党司有两个Loss 一个叫误舍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非无极 可能是因为非无极人品有问题 所以胎子肩就有点烦非无极这个活 对他另外一个Loss误舍非常好 因为胎子肩子侯是要继承触过国君的 现在领导对自己不满意 所以非无极就像去霸解触过党司的国君触平王 然后嗨胎子肩 当非无极在秦国见到了秦眼公 他妹子之后回来就跟触平王说 呀恶的妈呀 秦眼公他妹子长的妈的恨 要不然你把秦眼公他妹子去了算了 给你儿儿冲去个 然后触平王这个人也是个死贵 以后就跟非无极两个人四对的分 发扬了风格死刀驴广 照耀在了他儿胎子肩身上 并且一年之后触平王还跟秦眼公他妹子 省了个挖脚枕 就是死后的出招 当时胎子肩15岁 他妈年龄有点大了 慢慢的他爸触平王也不吸化太子肩了 然后废无极就带住太子肩 我死了黑 最后不但太子肩四在了争国 并且废无极还要把太子肩另外一个闹死 勿舍全家干净撒绝 这个勿舍假的虽然名字叫勿自虚 勿自虚这个人贼猛 心也非常狠 最后逃到了吴国 在吴国那边挥号了之后 跟着吴王和律带着人拱大触国 最后一直拱破了触国国度 党私撒勿自虚他爸勿舍 跟他个误伤那个触平王已经刮了 然后吴自虚就把触平王实体绑出来 别使触平王 触国国度都让吴国给拱破了 触国国君触掌王把普改卷 赶紧就溜了 触国党私面临的问题 可不是大了白章这么简单 告炮同事就免过了 李斯爽爷就少了一大件内容 但是吴自虚一个货继 也是触国的一个人物 名字叫沈宝徐 吴自虚在他把跟他哥 被触平王拢死之后 就给沈宝徐说过 那假的一定要把触国告自己 然后沈宝徐给吴自虚说 那你加油 你要是把触国告死了 那一定要把触国给抢救过来 在吴国待着人在触国国度 少傻呛杂的时候 沈宝徐赶紧就逃到了秦国赌城用程 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生报警 在风向下那块 过来求秦国赶紧发病救触国 沈宝徐到了报警之后 就跟秦也国说 吴国就是个纸 就是个长宠 正在惦记着中原地祝国国 如果那么触国让吴国给灭了 那吴国就成了秦国的邻居 到时候秦国的日子还不好过来 希望您可以在吴国 还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 赶紧把大秦帝国救护者 往我们出国开 我们现在抢救还来得及 当思成之后 我们出国一定把秦国当大爷爷要攻着 秦也公听沈宝徐说 你就跟沈宝徐说 你这一生个天明备的 那你是这 你想做就店里面休息一下 等到给这大臣货敬们上来 完之后再给你回话 然后沈宝徐就跟秦也公说 现在我们国局都让人念得 不知道在哪儿凑嘴里面咯就着 那他还有险前的就店里面写着 手上就站在墙地下哭 娘娘呀 求你救救我们出国呀 我们出国不下死呀 沈宝徐说他报警一直哭了 齐天齐夜 总监都不在写货的 也不喝一口睡 最后把秦也公给干东了 秦也公说 行行行行 饿得烟呀 你饱哭了 我们就还不行吧 顺便背着内兽黑有名的无益 就是契约无益 淤字同袍 大头内兽死 此后秦爱宫便派自护自仆 亮元大将率令秦军去救处国 处国也阻止军队自救 最后吴国池里上秦处连军的掰掌 吴国也发生了勒乱 然后吴王河律就带着吴军回去 处国就算是被抢救过来了 不至于被吴国说灭 处平王拍废无几刀秦国 给他儿子胎子间求个媳妇 是秦爱宫11年发生的死 秦国抢救处国 是秦爱宫31年发生的死 秦爱宫也在救完处国五年之后去世 一共打了36年秦国国军 似书上关于秦爱宫的记载 主要就是秦国救处国这事 虽然秦爱宫这个事好挺着不大地 甚至是有点挫 但秦爱宫时期 秦国有能力去绑住处国服务 就说明党是秦国的实力那是棒棒的 要不然宗是沈宝旭在暴击苦死 秦爱宫也只能是改登役 像救处国都没有办法 并且秦爱宫救处这事 不但印象了之后的理事精神 对咱现在的省国也有一定印象 你想吧 秦爱宫当时要是不法兵救处 那出国很有可能在春秋后起就没了 出国要是那会没了 那处找王子后离备多年后 就不会有咱所认识的那个非常应该出国的权 要是没有权那短五节没了 短五节没了 咱现在每年收放散在家 所以秦爱宫救处这事 你说影响大还是不大